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与乌克兰等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投票结果是99票赞同,9票反对,60票弃权 草案包括乌克兰核设施的安全和安保 以及扎布罗热核电站的管理 草案还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 进驻扎布罗热核电站 以确保核设施的安全 以防止战争带来的全球核威胁影响 9个反对的国家分别是白罗德斯 布隆迪、朝鲜、古巴、马里、尼加拉瓜 俄罗斯、叙利亚和厄利特里亚 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要求 俄罗斯联邦立即从扎布罗热核电站 撤出其军人和其他未经授权的人员 并立即将核电站置于乌克兰主权和主管当局的完全控制之下 俄罗斯还被要求从乌克兰在其国际公认的边界内撤出军队 并立即消除在扎布罗热核电站周边布设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 该决议呼吁冲突各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 并确保充分执行国际原子能机构此前提出的安全原则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华盛顿与泽连斯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 乌克兰有权使用盟友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合法军事目标 重要的是要明白在战争开始时实际上直到最近大多数战斗都发生在了乌克兰境内 但是由于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开辟了新的战线 前线已经发生了变化 为了打击军事目标 导弹发射器或机场 防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 乌克兰就要打击俄罗斯领土 斯托尔滕贝格说 欢迎盟国降低在使用武器方面的限制 乌克兰有权使用他们获得的武器 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合法军事目标 这场战争是俄罗斯对民主邻国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争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公然违反国际法 根据国际法乌克兰有权自卫 北约盟国有权帮助乌克兰进行自卫 但不会成为通突的一方 自卫权还包括了打击作为侵略国 俄罗斯领土上的合法军事目标的权利 华盛顿北约峰会前 斯托尔滕贝格 曾告诉记者 北约将在德国建立一个700名军事人员的指挥部 这需要北约所有的成员国同意 11日 斯托尔滕贝格在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表示 北约成员已同意为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和人员培训 北约在德国有指挥中心和联盟东部的后勤中心 以及约700名军事人员 斯托尔滕贝格在当天还说 乌克兰加入北约不是是否的问题 而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北约在德国建立的指挥部 很可能还有另一个作用 收集俄乌战争中的情报 为未来有可能与俄罗斯直接发生军事冲突做准备 这方面的意义大于为乌克兰接收援助物资 7月12日北约乌克兰理事会发表声明 北约将支持和辅导乌克兰设计与实时防空和反导一体化架构 使其能够有效利用乌克兰的防空和反导能力 并支持其向于北约完全作战兼容过渡 CN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 美德两国联手挫败了俄罗斯试图暗杀莱恩金属公司总裁 首席执行官帕佩格的计划 该谋是俄罗斯暗杀欧洲各地支持乌克兰战争努力的 国防工业高管的一系列计划之一 莱恩金属公司是德国最大的15毫米炮弹制造商 公司产品已成为乌克兰消耗战中成败的关键 该公司计划在乌克兰境内建设一家装甲车工厂 为乌克兰解决武器装备持续供应问题 俄军中一名参与轰炸基辅儿童医院的飞行员 听说奇迹目标不是军用设施后良心发现 他向乌克兰透露了所有参与袭击者的人员集体绕 俄军飞行员透露 执行这次轰炸任务的人员 隶属于俄军B-22重型轰炸航空师 军事单位编号06987 驻地位于恩格斯空军基地 狄激医院事件发生后 他和几个战友表示内疚 虽然之前也执行过轰炸乌克兰的任务 但没有想到这次的目标是一所儿童医院 消息人士称 一名俄罗斯的飞行员 联系了乌克兰国防情报局 分享了这份机密的数据 帮助乌克兰查明了俄罗斯重型轰炸机师 30多名参与者的身份 俄军飞行员通过乌克兰国防情报局聊天机器人 传递了这份文件 文件还包括俄方高级军官的人事档案 和俄罗斯军人及其家属的个人资料 越打仗又有钱 俄罗斯囊中羞涩 财政无力支撑持久战 周三 俄联邦国家杜马读通税法修正案 根据该修正案 俄联邦在个人所得税的税务征收上 由统一税率转变为实行累进税制 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最终审定为13%至22% 均有提高 读通就是不需要决议 宣读就可以通过 这招很好用 具有强制性 全面战争爆发前 俄罗斯的个人所得税并不高 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出口天然气和原油 战争爆发后 受西方的制裁 俄罗斯越打仗 有钱的荒唐传说没有成真 7月11日 瑞典欧盟事务部长耶西卡·罗斯瓦尔 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 匈牙利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的行为是有害的 奥尔班必须承担后果 因此 瑞典等一些欧盟国家将独派部长参加本月 与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有关的政府会议 以抗议欧盟与普京的会谈 声明中说 瑞典、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 将指派公务员代表出席会议 其他欧盟成员国也在讨论采取类似的行动 欧盟上周与普京就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举行了会谈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对此不满 欧盟没有权力代表欧盟从事外交活动 网民在媒体下方通常评论 你竟然对北约和欧盟一直表示不满 为什么还要主动的加入啊 为什么不退出 乌军战报更新在过去24小时里 俄军损失1030人 9辆坦克23辆装甲车 48套火炮系统 2套防空系统 26架无人机 5枚巡航导弹84辆军车 8套特殊装备 神勇的乌克兰渔民 两位乌坎渔民在地内薄荷上捕鱼 发现了一架俄军侦察无人机一直跟踪他们 其中一位渔民抓起一条鱼砸去 正好砸中俄军侦察无人机受损 反乘逃跑了 这次俄军真见大鱼了 俄罗斯一架客机在莫斯科郊区坠毁 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这架客机坠毁前曾试图迫降 但没有成功 随后俄罗斯紧急救援部门证实了这一消息 该架飞机是在经过例行检修后 进行试飞的过程中实施的 俄军炮兵藏在了森林中 试图向乌军阵地发射炮弹 没想到炮弹也有正义之心 俄军们把炮弹天装后没有拉响 拉第二次时 炮弹炸糖了 把俄军和一门大炮去了军事化了 拍摄视频的俄军本来想发回俄国炫耀一把 由于爆炸可能引发了旁边的弹药 发生了迅爆 拍摄视频的俄军也随队友狼狈的逃窜 乌克兰正在接受F16战机 不久将投入战斗 F16战机能否改变战局 专家魏东旭说 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的F16战机 都是早期的型号 空战能力比较有限 北约成员国并没有给这些战机进行大幅度的升级和技术改造 面对俄罗斯空间军的苏30SM 包括苏35以及苏57隐身战斗机 乌克兰在数量方面 在质量方面处于弱势 魏专家表示 乌克兰空军并没有完全做好 接收和使用F16战斗机的准备工作 飞行员受训的时间也就是半年左右 培训的时间太小了 如果进行激烈的复杂的空中作战 很可能要吃大亏 除此之外 乌克兰很难为F16战机提供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 一旦F16开始升空作战 俄方的侦察系统很快就会追踪到战机的落脚点 针对机场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 因此F16战机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乌克兰的作战能力 但这种能力能不能持续下去 俄军早就事先做好了准备 在一线的冲突区域部署更多的先进战斗机 俄方防空部队也针对一线的作战部队 进行更多的掩护 从伊拉克战争到利比亚 再看俄乌战争期间的分析 现实发生情况总是与专家分析相反 俄罗斯在乌克兰没有F16战机的两年多时间里 也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 F16投入战斗后 俄军更没有能力战败乌军 结局将是俄罗斯输 F16只夺取制空权的利器 没有制空权的俄军 就会面临给养困难 可以预见俄军防空武器对F16效果不大 否则他们也不会在西方援武战机时唠叨不休了 怕什么就有什么 论空战 俄军没有能与F16相比的战机 任何国家在F16与俄制战机之间选择 都不会购买俄罗斯战器 至于乌克兰飞行员训练问题 美国与乌克兰比专家考虑的更周全 乌军飞行员并不是新人学驾照 都是训练有素的老手了 半年训练时间是熟悉另一个机型 时间足够了 按专家说的老驾驶员换一个牌子的车开 就要从驾校开始 他可能不会驾驶车辆 才这样认为 乌克兰在战场上投入的F16飞行员中 将会有美国推议飞行员志愿者 年初美军推议F16战机飞行员汉普顿公开表示 他正在和老战友们联系 成立一个援助乌克兰国际飞行员军团 在乌克兰接收到西方援助的F16战机后 去乌克兰参战 汉普顿曾驾驶F16战机 参加过科索沃和伊拉克战争 他的老战友们应该与他的战斗经验一样 都是些空中老油条了 空战就像玩游戏那么熟练 F16战机投入战斗 意味着俄军在乌克兰倒计时开始 俄军先在后勤保障方面出问题了 然后前线因吉仰 不能出现赫尔松战役中 集体跑路的现象 拭目以待 这种情况年底前会在南部前线出现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为正义发声实处不易 喜欢大雄视频的老铁们 请随意的给个赞赏 你们的鼓励是我最大的动力